圣诞节即将来临 通讯及数码部长法米透露 到时候他将会宣布几项好消息 协助减轻B40和M40 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 他指出通讯部也关注 涉及5G和4G网络的问题 并将和通讯公司会面 探讨如何制定更实惠价格 以及提供更好的服务 我等待着, Santa Claus来 我们看到,是上网络的 是上网络的电话 这是一个比较值的 我非常感兴趣 我没有看到,是上网络的价格 是上网络的 是上网络的 是上网络的重要 法米在部门发表2023年新年训辞后指出 某些地区存在服务问题 因为不是所有移动网络应运商在相关地区营运 因此通讯部已经展开研究 以便采取一些方案降低价格和提升服务质量 至于亚航500万名乘客和职员资料外泄的事件 法米指出个人资料保护局和大马网络安全机构 昨天已经到亚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检查 官员取走了一些文件和器材作为调查用途 他也表示由于调查工作还在进行 因此无法说明详情 沦业acağız